对于西岩事变,胡适是反对的,他的角度比较特别 他首先关注的是,美国的舆论对中国的态度在最近几个月之中逐渐好转 然而是国内的形势,1936年10月以后,国家的统一形态更加明显了 对强临日本的态度更加强硬了,而此时张学良忽然造反了 如果看过蒋介石日记,我们可以看出蒋介石正在积极地备战 但是西安事变的爆发迫使中国居民在没有完全充飞嘴背的情况下仓促应战 史家也分析到,1932年之后的五年是中国非常重要的时期 如果没有这五年的嘴背时间,基本的国防建设是一点都没有 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汉情坏我大失忆